观众们午安 欢迎收看1500新闻大百话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作恒 首先要来邀请这一节 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前驻牛大使借文吉 借大使 作恒好 大家好 退役少将栗正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雄三飞蛋总工程师张成 作恒好 大家好 好 我们要先来看到 近期在这个中俄之间的局势 那普清在7月19号的时候 到伊朗和土耳其 来进行了三方的会谈之后 俄罗斯也加大了他们的外交力道 我们看到在24号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是见了这个埃及的外长 接下来还要分别访问伊索比亚 乌干达 刚果等等的 那这趟非洲之旅 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要 进行一些战略的布局 那拉夫罗夫将会在开罗 向阿拉伯集团来发表谈话 也会和主席等等22个国家的代表 来进行会面 不过这个我们要再帮大家看到 是美国其实呢 他们在拜登也说年底 就会要来和非洲的领导人 举行峰会了 主要是要抗衡中国大陆 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 所以看到这个国际间大国的禁竹呢 已经是把这个触角也来升到的非洲地区了 不过我们要看看非洲他们怎么看呢 非洲官员就透露说 如果美国啊 真的是想要反击北京和莫斯科的话 你不要只是嘴上说说 到底做了什么呢 肯雅的联合国大使基马尼就说 美国是需要对中国大陆正在做的事情降低反应 他就讲了一故事 他说几年前 肯雅部长是到北京 对这个机场道路印象非常深刻 想要知道说 有没有可能获得支持 在肯雅机场也建这样的道路 结果几个月后就真的提案了 还真的呢就完成了 同年呢肯雅总统访欧 就也讨论到基础建设 但是呢过了7年 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那这个后来建的道路是这个奈洛比高速公路 全长有27.1公里 那在前非洲的事务助理国务卿呢 也提到说发展中的国家 他们当然呢也不是说就是任由人家摆布 他们也希望说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所以呢他们也不想要成为大国的棋子 他们的观点呢是说 要让他们可以选择想跟谁合作就合作 也不是说呢你美国要过来 我就必须呢要受你的压逼哦 然后来跟他合作 所以呢中俄现在拉中东 非洲呢组一个抗美阵线了吗 7月23号的时候 伊朗和俄罗斯承诺从全球贸易中呢 要来削减美元 要加强中国联盟 而中国呢也说要支持伊朗加入这个上合组织 伊朗的议员也称哦 说这个拜登中东之行啊 其实是失败的哦 他说呢在中东只会推前任川普失败的政策 你这样子是真的有用吗 真的有想要来跟我们谈吗 而媒体怎么看这个中俄在中东呢 二一之前这个以色列的媒体哦 在二一土会晤之后呢 就说可能会授权中国大陆向美国来施压 另外是德黑兰时报也提到说 伊朗和俄罗斯和中国不断的要来巩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哦 因为呢美国只爱一个人 他们只爱给以色列还有这个武器的生产国 那既然你都不注重我们呢 我们当然自己也要想一些办法嘛 那他有提到说这个中国智慧在中东的盛行哦 就是前埃及的外交官 中国和中东的丝绸之路 为什么呢这个可以把他们抓紧紧的 主要其实还是一些经贸上的往来哦 因为呢这条丝绸之路可以成功让21个阿拉伯国家 加入这个一带一路可以串联东西方哦 这个呢是中2011年叙利亚内战时呢 中国大陆就以此为切姬来声援 比如说呢重建港口啊铁路啊公路啊随后呢就加入了一带一路 2021年的时候中国投资伊拉克105亿的美元 投资埃及有180亿的美元 主要呢也都是用于在一带一路哦 而且现在啊其实中美呢还有在中东哦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一些经济建设啊等等的哦 还有这个军武之争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来看到哦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那专家就分析说 这里呢可以让这个中国大陆得以填补他们武器市场真空 而对许多的中东国家而言呢 中国大陆也逐渐是成为他们的第二大武器的供应国了 也就是说呢我不一定只要再仰赖美国了 而拜登的中东习目的之一呢是要干嘛 有人就点出说是不是要向中东来出售武器吗 可是呢伊朗的专家就分析说如果你是用这样子来当做你的目的的话 基本上难以达成可能还会使这个地区的局势是更加紧张的 谢大使你怎么看拜登在中东的地方是不是快要没辙 对因为过去中东是美国的禁联了 因为美国在这个反恐战争的时候 这个武力长驱直入 那么到今天为止他在叙利亚军队还没有完全撤 而且反恐战争以后美国两场主要战争都在中东 所以中东饱受这个美国的这个战火的蹂躏啊 可是啊美国也在中东展现他极强大的实力 让中东国家啊那么敢怒不敢言 你可是最近几年美国基本上在中东是一个撤退的姿态 这跟美国全球战略的转移 跟美国自己国力啊本身的这个衰退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这个这个阿富汗的撤军 那么这个撤军啊不仅是拜登总统在美国的声望严重受创 而且也带动美国在整个中东区域的声望完全受创 因为堂堂一个第一大军事强国撤退的时候 居然如此的慌乱 居然如此的这样子 这个怎么样里里大喇的这个情况 让大家都看在眼里 所以其实就是说整个东东区域看出来就是说 一个美国时代的结束 所以美国时代结束 那就是一个权力真空的时代 俄罗斯借着叙利亚战争 他已经老早就已经进入到这个中东地区 而俄罗斯跟叙利亚的关系 是建立在上一个世纪冷战时期 他就跟叙利亚阿耶德政府 就有一个非常密切的 几乎是同盟国的关系 一直在叙利亚包有军事基地 那借着这个叙利亚战争 2015年爆发 那个时候俄罗斯的国力也比较恢复的时候 普丁决定在支持他在叙利亚的这个老盟友 那么他又回到了中东地区 那这一次俄乌战争的这个发生 我的观察就是说 已经带动了俄罗斯 全球战略布局的一个改变 你可以看到他很快的回到中东地区 因为中东对他来讲有地缘的便利性 那么对他也有战略的重要性 那所以他这一次向这个普丁是亲自出马 把这个土耳其跟这个伊朗一起拉在一起 那么展现一个团结的姿态 那事实上的话 在经济关系上普丁花了400亿美金 这对俄罗斯来讲极大的手笔 要在这个经济上 尤其是这个天然气上 跟这个伊朗做这个长远的结盟关系 那跟土耳其的关系 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看起来这个普丁跟跟这二段这些关系 也越来越密切 那接下来你看拉夫罗夫 他的外长 往这个北非走 那么往走到埃及 接下来还要去伊索皮亚 乌干达刚果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基本上试图在重新 走回到他冷战以后 退出的这些他过去熟悉的地方 过去在冷战时期 中东 非洲 就是美国跟当时苏联 战略竞争的很重要的一个地区 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普丁基本上回到中东 把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 快速恢复跟组建起来 在一个下一步 他就要走到这个非洲去 我认为他再下一步走的话 就会走到美国的大门口 就会走到古巴 就会走到委内瑞拉 最近在委内瑞拉 已经有各国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国家 在委内瑞拉举行一个军事运动赛 不是军演 而是一个军队的 一个举击手的 这个Snapper的一个运动比赛 这已经看出端倪了 那西方媒体已经在那边大做文章了 所以就是说俄罗斯基本上 过去冷战以后 普丁一心一意 想把俄罗斯融入到西方体制里面 这个努力 我觉得随着俄务战争 等于说完全画上休止符 俄罗斯要有以一个 以一个极大的一个 政治的上面的一个 震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 一个影响力的角色 它重回世界 那我觉得中东就是它的起手势 下一个就是非洲 另外还有就是呢 还有就是将来可能美洲 那像当二冷战的时候 发生过这个古巴飞带危机 未必不可不保证 未来不会发生 张诚哥怎么看说 就是刚刚介大学讲说 一直走一直走 中俄是不是现在想要拉 这个中东非洲组成一个 这个类似像抗美阵线的感觉 我也正想谈谈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标题下的很有趣 中俄拉中东跟基本上的北非 组成一个抗美联盟 我不敢讲中国有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俄罗斯有这个意思 那俄罗斯这个意思 什么讲呢 就是说在我们所谓讲以前 不管讲帝国主义或者霸权 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我先跟你做朋友 做朋友的过程中 我跟你分析 你跟我站队 同一队 没有什么好处 然后当我慢慢产生影响力的时候 如果我是个霸权 我就开始定立规则 如果这个规则定立好 大家按照这个规则来共处 但如果你违反这规则的时候 我就会可能制裁你处罚你 那是以前的时代 那为什么我说对俄我不敢做批评 那对中我要讲一下 中国要讲一下 中国并没有发展这个霸权 我们看中东那个地区 这是两边的总统 就是那个普丁跟那个拜登 都到了中东 他们都在 他们去拜访的国家 其实很明显 就是他们要拉拢的国家 习近平没有去拜访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官员去拜访 可是我们来看一看 哪一个国家 在中东那个地区 是没有敌人的 中国 比如说我们看看以色列 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 基本上是 现在还不太对盘 还不太对盘 那阿拉伯跟伊朗 也不太对盘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国家 刚刚讲 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 是两个国家 中国大陆的基础建设 在以色列有捷运 有港口 那在阿拉伯呢 有高铁 有高速公路 都有在进行 我想说的是 中国大陆在那个地区 是没有敌人的 所以他并没有去 组一个联盟的动作在那边 他并没有做这个动作 但他却填补了 美国不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当初用 所谓的军事的概念说 沙特阿拉伯 你不能拥有 所谓的远程投射武器 等等的 中国大陆就让东风三 或者是他的彩虹无人机 等等的 进入去补充的 他那个空隙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有的 那中国大陆除了 这个部分之外 并没有在其他的部分 去我们讲选边站 或者讲的过分 你要拉帮结派 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好 那这个动作呢 这个动作 时间慢慢久了以后 其实要大家选边站的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不选边站 我就不是你内国的 那个久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跟中国做朋友 他不会干涉我的内政运作 他不会要我选边站 但更重要 他解决我们老百姓 餐桌上的问题 我常常讲一句话 政治上的不理性 一定没有办法克服 经济理性上的反扑 一定无法克服 我们现在欧洲其实看得到 开始经济的反扑 所以当时间久了以后 所有各国在经济上 慢慢因为中国的基础建设的进入 而改变的时候 那其实是会产生影响力 那就很清楚 更重要的中国现在 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进行 第二代的基础建设 属于数位方面的 包括什么 包括高速通讯 包括大数据 包括人工智慧 这方面的基础建设 以前我们讲 以前的基础建设 铁公鸡 铁路 公路 机场 或者港口 这些输出 现在他才输出这些东西 那以后他如果 数位建设的基础建设做好了 将来再做输出的时候 那整个世界的局势 又有很大的改观了 那这样又怎么看 现在中美 是不是在中东 有一个军武之争 我们美国 其实已经从中东 做战略退缩了 因为中国在 太平洋这边强大以后 数美国必须将他的军力 以注意力转移到 这个亚洲亚太地区来 所以他中东那边 已经做战略退缩 前两天 这个拜登 在那边自己讲的 他说 讲是这样讲 他说我们不允许 别国的势力进入 中东地区 我们将在中东地区 其实言下之意 就是说他已经慢慢 对中东地区的势力 已经影响已经变小 而且他还感受到 中国跟俄罗斯 已经进入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刚刚题目有讲说 中国会不会利用这机会卖军物 其实已经开始卖了 对不对 他不是已经卖给沙古地阿拉伯 他的最新式的战斗机 已经开始卖了 逐渐成为第二大国 对对对 那中国来讲的话 其实他在中东地区的经营 他是默默地来 他从2012年 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在2013年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之后 把亚洲经过东欧到非洲 这几个国家 他都把它串联在一起 然后他用的方式是提供资金 以及基建的这种技术 来协助这些国家的建设 那刚刚这里面讲的 大家不要忘了非洲 其实非洲 未来是很重要的 非洲虽然说 你现在看他好像很贫穷 他现在有将近43%的人 是有6亿人口是没有电用的 可是我们今天早上看 这里面的内容讲的是说 俄国已经开始在这边 要建立 协助他们建立核电厂 而且提供他们贷款 那中国来讲的话 也开始进入 非洲有一条最大的河 叫钢果河 那条钢果河 中国现在要在那边盖一个水坝 它那个水坝比长江三峡的水坝还大 那个技术上是非常难的 可是他一旦完成之后 他的发电量 将会提供非洲那边周边的 数十个国家的用电 所以像这些基础建设 协助这些国家 然后之后我们不要小看非洲 非洲它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不管是矿石或石油 都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当然以前欧美这些国家到非洲 只是一个抱一种殖民的心态 现在还是 他们像绿色殖民 就是说因为俄罗斯那边 没有拿到天然气 没有拿到石油 他就从非洲这边来抢 他们的这些石油天然气 但是非洲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这些国家在联合国也是一票 所以这一次这个联合国制裁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时候 非洲这些国家全部投不同意票 所以说未来如果说中国跟俄国 这个用心的经营中东以及非洲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在世界上面的影响力 在联合国影响力是很大的 这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说到这个军备军武竞赛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说 到底这背后其实有藏什么样意涵 马上回来 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百话 接下来我们这一节要带大家讨论到的呢 是这个澳洲啊 现在是不是原本说在大家在军备竞赛吗 所以呢现在这个潜见的阴谋已经被拆穿了吗 我们先来看到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是不是需要具备武器级的燃料呢 这是一个澳媒哦 这个坎培啦时报 他们呢所讨论的 但当然了他认为是说 买一艘基米型的核潜舰 或是维吉尼亚级的核潜舰的钱呢 其实呢已经是可以买五艘的非核潜舰了 那核潜舰在速度和安静性的方面呢 是远胜于传统动力潜舰这样的说法 他认为不是完全正确的 他还说啊 澳洲有机会应该是要去买 日本苍龙级的潜舰哦 而不是买这个美英的核潜舰哦 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跟这个美英来买核潜舰 背后其实是不是有什么样 武器上利益的交换吗 好那中国的新核计划呢 有被提到说有可能会在一周内袭击澳大利亚 所以另一派就认为说 中国大陆有一个新的核计划 核动力超级鱼雷 是可以在一周内打击太平洋任何的目标 所以澳洲本来觉得说 我可能距离蛮远的 我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但现在有了这种核潜 核动力的这个超级鱼雷哦 已经不是这样了 因为距离就会受到 还是同样会受到威胁 那美国呢也向澳大利亚出售导弹 那就被指说是要来瞄准中国大陆 而且他说这个逆中空对地分带呢 可以在和中国大陆冲突时 发动远程的空袭 英国呢也说将在澳大利亚 要部署这个核潜艇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可以方便英军 介入来吸太的事物 他说这个英国啊 在澳洲的部署核潜艇会直到2040年 那现在就说啊 是不是要把这个澳大利亚 加速他的军事化了呢 可是澳洲这个要选边站 这样态势是不是也有点危险呢 因为澳洲的智库就发出提醒了 如果美国万一真的赢不了 中国大陆怎么办呢 澳大利亚你本来就应该要做两手准备 也就是说当这个A计划 美国获胜如果实现不了的话 那澳洲对大陆的B计划是什么呢 所以应该要更加的左右逢源才对啊 那在印度和日本海军 他们也在这个安达曼海 来进行这个军事演习 所以印度的方面你看到 他们其实也越来越担心说 中国大陆会涉足到印度洋 那这里其实是印度海军的后院 也是最可能会爆发核武冲突的 一个核心战场 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 这个所谓珍珠链战略 要来封锁印度 你看到上市这个瓜达尔港 然后在西兰卡这边 有这个汉班托港 那上面呢 孟加拉有极大港等等 这里不是有一些合作 就是有一些军事武力的部署 它这个呢 其实是有一个珍珠链的样子的 那如果这个要对决啊 你看这个印度唯一的航母超日网号 对决上这个中国大陆的003航母福建舰 这有胜算吗 我们看到21号的时候 就有一个报道说到 印度呢唯一在翼的航舰 超日网号既然发生了火灾 那当然呢 好加载是没有人员伤亡啦 但这个就有点烙瘀啊 那印度呢首艘的自制航母呢 本来说要下个月要服役喔 结果呢 就被这个大陆的福建舰给碾压过去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一艘超日网号 它的排水量太小了 体型也太小了 那这个舰载的战斗机呢 也是只有这个中型的米格战斗机 这也不如中国大陆的歼15的战斗机 所以很多人就评论就认为说 这个在这个土地上啊 还是差的蛮多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对决 恐怕印度也是危机重重啦 那中印的官员现在呢 也加强的接触喔 是不是说也要避免说真的爆发 更紧张的感觉呢 两个关系是不是要溶宾呢 像是这个苏杰什和王毅尔 就说可能在月底的上演这个再次会面 那7月17号结束了 这个第16轮的军长级别的会谈 那中印呢 当然还是没有办法结束这个双边军队在边际 争议地区呢对峙的问题 但是至少说莫迪呢 又要求说印度的百万陆军要来学习讲这个中文 那今年的第一季印度呢 是从中国大陆进口了277亿美元 但是呢只向中国大陆出口49亿美元 也创下了贸易逆差的记录喔 所以你看到双边呢在这个虽然军事上啊 对峙非常的呃看起来是更升高的 可是呢在经贸上呢还是在持续 其实印度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 其实它先天是一个互补性的 因为印度的这个民生工业到它的重工业来讲的话 跟中国大陆来讲就差距很大 而它民生的这个生需要又非常的多 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发展过去40年的整个发展的经验 这个过程其实给给印度很好的一个参考 那可是印度基本上他们因为在这个过去三百年 三四百年被欧洲殖民主义的这个荼毒之下 它对它的市场是进行高度保护 它不太接受让别的国家的产品啊 能够大量的进入到这个印度市场来 它是高度保护 它的关税不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 它的关税是百分之两百 基本上就是说你想来我做生意的话 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来我这边设厂制造 你想要迈过来 它基本上都不太同意 那不过就是说 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这个全球化快速发展 其实现在你去印度 这个手机市场 基本上有六成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产品 这个小米 Vivo 跟这个Oppo 基本上几乎快把印度的这个市场晒晒 因为中国的手机 各种不同的性价比的产品很多 很符合印度的市场 而且弹性也够 所以事实上这个Modi 它现在面临一个两难 一个要提升它老百姓生活水准 那跟中国大陆合作 经济合作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它另外一方面 它很怕印度这个市场 将来就被中国大陆给控制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有点走两步 退两步 走一步退两步 这种犹豫不决的 比如说在这个两年前 它两三年前 它就把中国大陆的这些软体 APP它都给进 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 更进一步会操纵印度 可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的手机在印度的市场上 还是占据非常大的市占率 这个是市场它自然竞争下的结果 那其他一些民生工业各方面 其实它如果跟中国大陆合作的话 它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们以前 我们也跟印度的政府谈过 他们很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们很想要我们台湾的 这个食品加工技术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这种国家它没有冷裂 没有冷藏 它其实物产非常丰富 它有40%的食品是烂掉 没有食用 是浪费的 所以它这个食品加工 它就很需要 那这个部分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一个 也是可以合作 可是它基于它过去 它这种保护主义的心态之下 它就常常就 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个 最佳的一个决定 不过你看 即使在Modi 高距借距之心下面 你看它去年的贸易 还创到1250亿 这几乎是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的贸易额 而且这个成长度 如果说印度方面 它没有采取这种干预的措施 我是觉得它还会继续往上走 这个是贸易 这种比较利益之下 自然的结果 那像澳洲这个潜艇 其实是一个long story 它是一个发展了很久 十年前澳洲就要买潜艇 结果他们那时候就想要苍龙 因为苍龙事实上 它的声音非常小 它的声音技术是好 因为潜水艇 它在水下的声音 是非常要控制 苍龙机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可是当时听说是日本方面 它在配合上面有问题 后来澳洲好不容易选择了 法国的产品 结果法国产品已经投资 几十亿美金下去以后 结果又美国横加干涉 美国插手以后 叫你跟法国毁约 然后你去买这个 要把这个盒子占着 其实是因为美国战略改变 美国第一岛链退手以后 澳洲的战略价值快速提升 所以就把澳洲拉近 所谓的AUKUS这个联盟 然后武器系统也要它 要它快速提升 所以也有英国所谓要把 它的核子潜艇放在澳洲 所以澳洲基本上就很快 它就被卷入了 美国跟中国大陆 这样子一场军事对抗之力 那澳洲是不是全然愿意接受 未必 原来的这个Morrison总理 他是全然接受 现在这位总理 新来的这个工党总理 显然他不是这么想 所以才会慢慢这个问题 一个个都丢出来 第一个先中国大陆 慢慢的在和解当中 把关系正常化 另外一方面他把当时Morrison总理 跟美国的这些军事合作的项目 一个一个透过不同的声音 都传出来了 本来不已经是定局的东西 现在又重新翻案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现在这个澳洲事实上 正在重新检讨 在Morrison政府的时代 不管是外交 还是军事上 还有安全上 各种这些重大决策 现在可能都在一个一个 在翻案当中 张智德怎么看说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核潜舰的问题 但是现在澳洲 是不是也在这个 AUKUS的这个强力介入下 开始加速就是它军事化 我先把那个 那个荷兰料的部分 补充一下可以吗 为什么这边会提到 武器机核兰料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 核潜艇的核兰料 真的分两种 一种是武器机的 一种当然就非武器机的 差在哪里了 武器机的核兰料的 那个那个那个 浓度高 高到什么程度的 高到它转换一下 就可以变成核武 所以为什么有人在讨论到 这核潜舰 是不是跟核扩散有关 这个在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要用到 那照理说 其实像我们核电厂 核电厂所用的兰料棒 它的那个浓度是非常低的 我打个比方来讲 核弹的那个 里面的浓度有多高呢 我们用酒来比比方 我们喝啤酒 上面点不了火 可是我们喝高粱酒 上面可以点火 我用这个比方来比方 武器机核兰料跟核电厂核兰料的 那个浓度来做的比方 好 那其实在浅舰里面 它的核动力并不需要用到 那个武器机的核兰料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题目 拿出来谈呢 是因为目前 刚刚技大使有提到 核潜舰 潜舰很重要一个就是静音效果 如果那个用那个 我们传统涡轮发电的方式 那个噪音是会出来的 好 所以现在有一个比较先进的科技 叫热电转换 用热转成电 那目前这热电转换的效益 还没有那么好 因为没有那么好呢 就只好用武器级的核兰料 核原子炉 来作为核动力潜艇 来转成 就是用热直接转 核电 核原子炉说产生热 直接转成电 用这种方式 所以才会有这个题目出来 好 那当然对澳洲来讲 如果说我现在就用了 就是如果美国给他的潜舰 就是用武器级核原子炉化 那问题就出来了 处理在哪边 明明有一个核扩散条约在那边 那如果说今天用了 已经有核弹的国家 现在基本上OK 就那五个常任理事国都OK 好 那其他国家如果要有这种 武器级核原子炉化 那就违反所谓核扩散 限制条约 那美国如果让澳洲拥有 那美国自己率先违反 那这个问题就头大了 另外一个 这边有一个提到 就是说讲到说 澳洲 中国有核 有一个 有一个核心核弹 不是 中国有一个核动力的鱼雷 这个什么 其实中国有没有 我不清楚 但是有一个国家 确实有叫做俄罗斯 叫做波寒冬 这个鱼雷 这个鱼雷完全改变了 所谓核三维一体的概念 以前我们讲核三维一体的概念 是什么呢 就是说核弹需要载具去做投送 那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战略轰炸去投送 这是一个 那后来有弹道飞弹投送 那第三个情形呢 就是进入潜舰 其实还是弹道飞弹 但是因为潜舰在水下 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后来就是说 核弹的载具有核三维一体 讲的这个 那现在我刚刚讲那个 波萨伊东 波萨伊东是俄罗斯发展出来的 它基本上我们在军事工业 称它为双核 什么叫双核 它不但是带有核弹之外 它的动力也是核 就刚刚讲的核动力 那它多厉害呢 它可以在水下一千公尺 就一公里下面航行 它航程可以多长一万公里 那换句话说一万公里 就是现在所有的反弹道飞弹设施 是完全看不到 因为它不是从空中 它从水下来的 完全看不到了 所以它完全破坏 现在核三维一体的结构 那目前我所知道 只有俄罗斯有这个装备 它是装在俄罗斯的浅舰上面 那这个核弹的 刚刚讲波萨伊东 这个鱼雷核弹 大概在两个月 上个月前才正式列装的 那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 我不太清楚 跟上去怎么看说 现在这个美国 包含说像在AUKUS 它在这个澳大利亚 是不是也让他们军事化越来越快速 其实我们讲明了 其实美国就是要赚军火费了 因为澳洲来讲的话 以这个国家 我们以国防的角度来 人家澳洲国家 它经过国防建军 它不是一时决定的 它也是经过十年建军规划 然后考量它周边的假设敌 或者是他自己周边的海洋敌情状况 所以他觉得他潜舰 用财电潜舰就够了 对不对 那你美国你怎么会突然之间 硬要叫人家把这个 这个财油潜舰退掉 买他的核潜舰呢 其实我是觉得说 不太合理啦 因为澳洲真的不需要核潜舰 是不是美国自己本身 要卖这个核潜舰 要赚这个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经过 经过阿富汗撤军 在阿富汗花了两兆美元的军费 对目前来讲 国债又偏比偏高 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必须要卖军火来赚钱 那是不是把这个澳大利亚当盘纳 就说你买我的核潜舰 卖八艘给你 那事实上核潜舰对澳洲来讲 是很大一个麻烦 第一个它就变成非核国家系列 第二个它人员的训练 或者是要重新盖这个码头 等等都要重新再建立一套 这种核潜舰的标准 其实对澳洲来讲 不能够立即成为 立即可视可用之兵力 所以我觉得美国卖这个核潜舰 给澳洲 这个可能我觉得经济目的 大于军事上的意义 因为澳洲真的没有必要 跑那么远 跑到说中南海 跑到中国大陆沿海 去威胁他们 第二个你看 它卖什么 美国还卖什么给它 卖80枚的巡弋导弹 这个巡弋导弹是亚因素的 中共它已经发展出来的 中导反制的这种飞弹 也就是说你在太空中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你打下来 那你美国还卖澳洲这种武器干什么 你可不可以打到中国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它中间会不会被拦截打下来 第二个你澳洲去打中国 拿巡弋飞弹去打中国干什么 对不对 第三个你如果真的是发射了这巡弋导弹去打中国来讲 你会不会担心说中国对你实施报复 中国对你实施报复 它是极因素飞弹 它打你澳洲更快 你更难解不到 所以你澳洲干嘛再花这种军费 花这种钱去买这种武器 我觉得就是美国就是要卖武器给它了 你看印度这个更好笑了 它这艘军舰 你日号超日王它不是失火一次 它失火了三次了 那第三次失火 所以澳洲印度很可能就是有箭无机 有机无弹 面临这种状况 所以印度来讲在这个印度洋的战略来讲 海军来讲还不成战力 所以套一句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话 就是美国对外军售 其实这个水看起来就背后隐藏的还蛮深的 我们收集相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中国大陆在太空 现在又有更进一步的新的进展 因为在问天实验舱 是已经发射了这个 在今天7月4号的时候 在海南的文昌航天 发射场发射了 那现在已经是成功的发射 你看到我们这个画面上呢 就是发射的时候的直播画面 所以已经是这个中国太空战 将会迎来首个实验舱 那当然为什么备受关注呢 因为其实这个整个舱长是17.9公尺 直径是有4.2公尺 重达23吨 所以你看到这个当然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 是非常的欢欣鼓舞 因为这当然也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那它是中国的太空战最为庞大的单体舱段 那其实呢这个过去啊 它要发射到的地方呢 就是要来连接这个 对接天宫的太空战 所以等于说呢也是一个中国在太空上的技术一大突破 那我们其实也要来看到是说 这个中国这个问天实验舱啊 它其实过去都由长征5号来运载完成 包含了呢上市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啊 天文1号啊 那还有呢首个月球采样探测器啊 嫦娥5号啊 那本来说这个在预计10月的时候 会再发射的梦天实验舱 那2023年呢 则将要发射寻天太空望远镜 都是要由这个长征5号来送入预定的轨道 所以现在呢当然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这个要发射 为什么备受关注呢 因为它其实挑战还蛮大的 首先呢最大的挑战就是 它是临窗口的发射 因为它的发射时间呢 是不能够超过一秒的 因为只要有一点点误差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对接的到 那它采用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制的 大推力氢氧发动机 所以呢必须要高精准的入轨 难度是非常的高 所以一度是制定了 1000多个预备的方案 要模拟各种发射的可能 希望说呢当然要做好准备 那发射成功之后呢 还要对接这个天宫太空站 实施呢有一些演练啊 包含说万一真的不行的话 还有手控对接啊 或是机械臂操作啊等等的 不过当然呢 中国大陆就有这个平面的报导是说 长征5号这个还没有发射 可是呢外媒就已经开始呢 泼一些脏水了 就说有可能呢 会火箭会失控啊 等等原因会再入地球 引发大家比较紧张一些 那当然呢现在这个整个发展呢 大家也被联想说 这是不是中国大陆在太空的部分 要来超二赶美呢 因为往往我们认为说 在太空的当中呢 强权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呢 他们从1922年开始就发布了这个 载人航空三步走的规划 那已经是迈入到第三阶段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看到一些历程 甚至呢是中国玉兔首个是 第一个降落在月球背面的探测车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看到以色列印度啊 他们都曾经想要尝试 不过呢都是失败的 那可是呢 中国大陆是第一个成功降落的 所以就连美国智库也分析说 中国大陆会达成2049年 伟大复兴的目标 未来在太空战 太空战的部分呢 会再和北斗定位系统整合 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呢 就会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美国的太空军上将也提到说 中国大陆是很努力 要把外太空给军事化 这个将会不断的威胁到美国 所以当然他们也需要关注 保护他们的卫星 显然说呢 其实做人美方也非常担心 接下来中国大陆在太空 变成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张诚哥 看到这个这边讲说 1992年中国宣布往这个三步走 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 我在太空中处工作的时候 那个时候 美国太空梭已经飞上天了 那中国大陆还开始派太空人 去美国太空中处见习 那个时候就听到美国人在笑中国大陆说 你看你们落后多少年 但是人家在1992年就说 时空转换之快 时空转换现在是怎么样呢 是美国所盖在太空的国际太空站 已经快掉下来了 而是中国的太空站已经上去 而且我们刚才也不看了 就是问天太空舱 一个个上去 太空站跟太空舱什么关系 太空站是一个 我们把它讲解释 草地皮一个块地方 这个太空舱呢 它是根据不同的用途 所送上去的一个实验设备 表示说中国大陆在不同阶段 它在太空做不同的实验 好 那我们现在看它在整个 送上去的那个载具 都是那个长征五号 长征五号 其实如果我们把中国大陆 它太空发展的历史 一路推过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很辛苦的走到这一步的 到现在我们看到说 最近几次的往上送去的太空的载具 就是那个应该讲胚肉 都是用这个长征五号这个载台送上去的 那表示长征五号已经成熟到非常成熟的地方 那也是中国大陆在发展这个方面的时候 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种载台多种用途 好 那这边提到那个氢氧那个发动机 发动机这部分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火箭推进里面 一定要有两样东西 一个叫做燃烧剂 一个叫做氧化剂 那大家听到氢跟氧 是不是想到水 H2O是水嘛 所以水是很神奇的东西 这个氢是燃烧剂 氧是氧化剂 为什么需要氧化剂呢 因为到了太空中之后没有氧了 如果你不靠那个氧化剂来提供给它 它无法燃烧 那可是这个讲起来很简单 但真的配方很难 配方非常难 尤其是不同高空的时候 要多少的氢多少量 配合多少推力 那这边提到说有那个零 他讲说 零就是只有零一秒钟的这种误差 它叫做零窗口 这个发射 我讲一下这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在美国太空中署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个职务 就是我们这个实验单位 跟这个太空中署 interface的那个角色 我做过这个职务 那当然我不负责发射那段 我是做实验那段 但是那时候他们在发射过程 我在旁边看他们做的动作 那是非常重要 他这边讲了四百多个check point 就是那个点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做 我们每到一个动作的时候 是很多东西要OK 他才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那每一个动作要做检查的时候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 大家就一下子OK了 其实那是数百个人 在后面检查了不知道多少东西 用讯号的方式 用数字的方式 电脑的方式 汇集到那个控制手上 说这个东西可以进入下一步 好 那为什么一个太空的物体 要进入所谓的轨道是那么困难呢 送上去是一回事 进入轨道是另外一回事 尤其是像这个实验舱 要用太空跟实验 太空站座结合 那个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 换句话说 我今天是把一个东西 丢到送上太空之后 它怎么样进入一个 我预期的轨道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我刚讲那个检查 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中间呢 万一有点误差的时候 是哪一个地方要加多少动力 哪边要减多少动力 哪边要转多少角度等等的 还有多少的电力 可以到什么程度 那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好 我讲了这么多 想表达一件事情 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 不是只有一个人上太空而已 要经过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那中国大陆如果没有很好的系统 整合能力 它是做不到的 它是绝对做不到的 那这一点 我们讲真的不可以小看它 尤其是现在 现在我刚讲 美国的国际太空站 要慢慢掉下来了 因为时间到了 没办法 那个是因为地形力 轨道会慢慢下来了 这个时候 中国在上面的太空站 它以后在整个太空研究上 所站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大师怎么看 现在这个中国大陆太空发展 超恶赶美的情形 对 这个就是你要持续努力 那你还要有很强大的经济做后盾 美国本来这个 当时是因为俄罗斯 就苏联时代 它第一个把人类送到太空去 那美国就投注大量资源 在69年的时候赶上俄罗斯 先登陆月球 后来以后 它也没有在很多很积极的计划 主要这个要投注大量的一个 这个资源 跟这个资金 那这个也要有强大的国家意志 那中国大陆过去是落后 那么在后面这个不断的追赶 现在看起来是已经快差不多了 赶上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从整个这个战略的发展来讲的话 你会发觉 未来的战争 很多都是在怎么样 都是看你能不能掌握这些通讯 你能不能掌握定位 你能不能掌握 用这个卫星来观测地面上的各种发展 那这些都跟你的这些太空技术都有 都非常密切相关 所以美国已经成立了太空军了 那个是在川普的时候 把他把太空军事化了 那中国如果不做 中国大陆不做相对的回应 那太空是美国完全控制的话 那未来的战争的话 胜负已经就决定了 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除了安全的因素 还有就是这个太空割技一种综合科技 你可以把各种其他的科技一起带动起来 他有一种非常强大的火车头的作用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问天号 只是整个核心舱的两个实验舱中间的一个 那今年他今年7月的话 10月他还有一个叫孟天号 那现在在上面这个太空核心舱里面 已经有三个太空人了 他们会待到年底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先把这个问天把它设置好 把它连接好试验各方做 再加上这个孟天 然后再接下来他们任务完成了 再有其他的这个 用这个神舟号来代替的新一型 为这个太空人 让这个整个 整个太空舱未来变成一个 可以充分发挥功能的一个 这个太空舱 而且等美国跟俄罗 这个国际太空舱 这个退役以后 就是现在唯一的一个 在这个太空里面的 一个太空空间站了 那将军怎么看说 现在就是 是不是中国大陆也即将要变成 美国在太空最大的威胁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小一段 可是大家都比较不会注意 就是中国成功降落在月球的背面 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其实那为什么两个国家会失败 因为我们知道无线电都是直射 直线的这个发射的 你无线电波不会转弯 所以这个太空船 它怎么样到月球背面去 就是你那个 你对它控制的这无线电 它怎么样让它转弯 能够让这个操作 这个降落的太空船 能够在这转弯以后 降落到月球背面 其实这个是很高深的一个科技 然后外航人看可能就是 你就是降落月球表面 但是内航人的话 他就会知道 像美国他就很担心 所以你居然有这种技术 可以控制 就是直线达不到的东西 你都可以转弯控制得到 其实这就代表中国的科技 那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这个时间点 其实这个太空船 正在飞行途中 预计好像是六个钟头之后 起飞下午四点钟发射了 大概晚上的时候 它就会对接 那这次还创下一个记录 就是说他原来这个太空船里面 已经有三个太空人在那边 他去迎接这个问天号的太空船 要准备由三个太空人 来跟他做对接 这是有人在太空船里面 来操作这个动作 这也是创下人类史上 最重要的一个太空技术的 一个科技的一个里程碑 那第三个 由于俄乌战争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说俄国的那个太空战 即将除役 他就不弄了 准备下来了 那如果说俄国这次太空舱 除役 美国太空人也上不去的话 那是不是世界上面 只剩下一个太空战 意外的观优优独播剧场——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